我會使用電汽車的電汽車 大家好 我是AgeruHKTV的Yokoso 上一集日本自駕遊的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了怎樣去拿車和驗車和停車場的技巧 今集的日本自駕遊系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日本開車的時候 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去片 小路出大路 大家要小心 如果我們看到前面左上有一個紅色牌 叫做Tomare Tomare這個字就是 小路出大路一定要完全停車 因為這些小路除了大路上有大車之外 還有一些行人或單車會衝過來 所以一定要停車 如果停車後看到有車有人 就讓他先過 不要看到有人要強行衝過去 在日本的道路上 行人永遠都是優先的 讓車和有人先過 所以這就是我們駕車要小心的地方 ETC卡怎樣使用呢 當你插在車上 我們看看前面 有一個ETC專用的位置 去到這裡 其實等於別人自動繳費 我們只需要慢慢減速 好 它便會記帳 然後我們便會看到 導航左邊 我們便跟左邊走 這便上了高速公路 這是一般使用ETC卡 即速會用到的東西 當我們上任何收費路段 以及一些高速公路 其實我們都要用ETC卡 如果你不想用ETC卡 每次都要停下便會付錢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繼續出發 好了 有時穿走過散時 都會去到這些中間收費停 你看到就是ETC通道 我們也是按照樣 我們都會走回ETC通道 可以 這樣去到一定要減速 其實很簡單 我去到這裡 這樣便收到錢了嗎 這張 5秒以上是750元 好了 你聽到了 它告訴你料金的約錢 現在我們繼續來 就是它會收到費用 但費用不用付 是我們還車才付的 好了 日本開車的其中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右轉 右轉 例如這些十字路口 右轉 我們會靠右 然後我們會 這個 紅綠燈 如果是綠燈的話 就不代表你可以右轉 綠燈 你是向前走的那些車 就直走的 那好像我這些 準備右轉的車 就等於前面 我這些 就等待對面那些車 全部轉過來 那它便會有一盞 向右轉的燈 那個轉右的綠燈 亮了我們才可以轉右 很多時候 有些位置 如果再大一點 它便會給你 轉右的位置 讓你凸出來 你準備好 打開燈 跟對面線 差不多像對頭一樣 但大家都轉右 就不會相撞 同一時間 我們看到 右前方 這個綠燈是正在亮 所以當我們右轉的時候 如果有人踩單車 衝出來 或者有人走過 都要讓給它 而且我們現在 是等對面的車 全部通過來了 好 前面那部巴士動 我們便跟著動 我們便可以把車頭 一轉右 便快點轉 好 就是這樣 看著現在 這邊有個轉右的綠燈 對 看到 就是這樣 這樣便成功轉右了 好像這樣 對面的車 便不停地過來 我們左邊 直去便繼續直去 然後前面這部車 和這部車 便準備轉右 等最大紅綠燈 可以轉右的綠燈 我們便可以轉 跟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要等對面的車 過完後便可以轉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 好 現在已經轉右了 看到了 對面的車已經停了 如果您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部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